大宝贝在这看啥呢 在这啊 看景看景呢 为方西 卖花了 卖花了一会下去看看 好 我们也赶起床了 九点半了 哎呀碎老乡 围方萝卜出名啊 水果萝卜 你随便给我挑一个吧 行行行 可以可以 好好好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冰临城下 昨天晚上啊 我和叶姐露营在 围方西的服务区 那么现在呢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十点半钟 简单呢 我们俩一个午饭 刚刚啊 又给叶姐买了 围方特色大罗贝 买了点小水果 那么我们现在啊 就准备把这个软升顶落下来 继续出发 前往青岛 其实房车出行啊 最大的好处就是比较方便 走到哪里累了 不愿意走了 就可以在哪里休息 其实昨天晚上啊 休息的 总的来讲啊 还是非常的不错 原因只有一个 有一张大床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确实啊 也是有点累了 我们开出这辆车呀 是手动的升降棚 那么也非常的简单 一二姐那台是高配的 但是我们放在青岛啊 没有开 我给你落去 我落吧 我落吧 行 行 先落后面 再落前面 那我来够 前面的部分由冰哥来落 我有点够不着 没劲儿 这个落到好落 就是海拔不咋够吗 不是啊 咱女士啊 要是开这个车呀 最好是用那个 一按小按钮 直接就落下来了 他喜欢那种手动的 对 我觉得这边 正好 他就坐下来了吗 很简单 然后呢 按这个几次吧 把它 这个 这个小卡扣 有四个是不是 对 全都检查完了 这会儿把这个小折子踢 靠好 行了 OK了 这就砸上了 好嘞 没事 一二 好 走了 走 别赶小跟班擦的脚吧 小跟班 距离青岛啊 还有148公里 我们呢 得先回青岛店啊 去烧一些饭店用的东西 烧回微海 然后呢 还要转往青岛北汽总部 这些吗 这些吗 十二点十分 那么我和家姐啊 已经到达了青岛 我们先到咱家的四店啊 去把烧烤签子带回微海 因为串串啊 因为串串啊是在微海 卖 卖串呢 是在青岛 这个呢 吹老伯 炉边烤串 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个店 在青岛的 串阳区 也是啊 以烧烤为主 这个画像这个啊 就是我的小舅子抽象的一个照片 多少钱的这些都是啊 不少啊 咱家这个店呢 送付客人也不多 我已习惯 你突然牵得自我 刚牵的啊 你看 这个后座啊 得回 还能周起来啊 这样一来啊 增加了很大程度 增加了这个车的 服务空间 对啊 这个设计啊 真好 以后在出门的时候 把这个座啊 放起来 后面这个位置啊 整个可以装一些 我们出行的 带的装备 那么后面呢 就可以最大的空间 来休息 生活 走了 把这个车开了 我们就得赶紧走 走吧 伤心也 是带着微笑的 眼泪 数不尽相逢 等不完守候 足够竟有此生 有何用才从头 折腾了一小天啊 下午的两点 我和燕姐啊 又回到了北汽 我们的车辆啊 现在已经在门位上 有包备了 所以说啊 进总部啊 也是特别的方便 阳光明媚 风和日丽 我们到达了 北汽制造床总部 汽车博物馆 一会儿啊 带燕姐上里面 转一转 带着燕姐啊 了解一下 北汽制造工业的发展史 中国第一辆摩托车 就是在北汽诞生的 001 看看 这啊 在这再来一个 这个每一个 对 这每一个模型啊 它都是有意义的 它不是摆在这摆的 看看这个 就是 212的圆形 这叫 闭沟210 212 这 它就是最早的圆形 技术车的圆形嘛 那像写的闭沟 212 212 现在的我们的车型啊 也都叫212 最早啊 叫 嘎斯69 也就是这个 是引进苏联的 这现在就有模型 没看到现车 今天是冰哥第二次来到这个北汽博物馆 这辆105炮车呀 是当我当兵的时候 我隔壁连队呀 就是105炮连 为什么叫105呢 因为它这个炮管的毫米啊 是105毫米 所以说它叫105炮连 像这种车呀 是近距离作战哈 太远了是不行的 它呢 能先走到前面 然后呢 看不看这个炮 可以放到下面啊 它是打直苗 打直苗啊 也可以说 用于直接攻击坦克 因为坦克啊 它灵活度 没有这个105炮车的灵活度好 我们眼前的这辆勇士啊 是建国六十年庆 阅兵的一个车辆 看看它的编号啊 18-01 勇士 那么里面有个细节 看不看见 当时啊 阅兵的时候 我们的两个军人 站在上面敬礼 其实啊 底下脚啊 是有固定的 你说这个车挺酷啊 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 同时啊 也给视频前的家人们说一下哈 这辆二十二啊 是走过全世界三万两千公里 那么它的驾驶员呢 叫周光强 这个车辆啊 就是真实当时出国的车辆 它跑了大概亚洲 北美洲 等等全世界应该是十一个国家 跑了三万两千公里 那么回来以后呢 这辆车呢 就让北汽给回收了 然后呢 同时呢 给这个周光强啊 一辆新款的寄付车 所以说啊 我们的车辆啊 是可以走出国门 走向全世界的 后山要开要自由 要大雨怕风向 要清这透明的天 要一口解忧的烈酒 这两天呢 南征北跑 确实是很累 也没有倒下时间呢 好好洗个澡 正好啊 这款高配的拖箱啊 带一个洗澡帐篷 那么兵哥呀 现在把它水一加满哈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加热器 烧点水 我和二姐啊 一会儿啊 各自在这个 车洗澡帐篷里洗个澡 干净干净 晚一会儿啊 还在 还会到这个北汽的食堂里面 吃晚饭 因为我们今天的住车点啊 也是在北汽的院内 所以说啊 也会比较安静 今天晚上啊 好好的休息一下 明天呢 早朝起床 出发 返回危害 那么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感谢您的关注 更感谢您的支持 这期视频呢 兵哥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拜拜